你还拍手呢 我这可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见笑了 见笑了 唱戏是我的老本行 唱得好是应该的 可您不是啊 有这份功力啊 是够惊人的 幸亏当初您没干这行 否则好多名角儿就该没饭吃了 你就会夸人 好多天没见你陪妹妹散步了 她还好吗 还是老样子 天气一变老毛病就犯了 你也不容易啊 就凭那点工资 还要常年照顾一个生病的妹妹 不离不弃的 真让人感动啊 这没什么 私家妹子都是应该的 对了 帮我切点 老规矩 乳豆皮加鲜肉 我这还没说完呢 你就知道我要什么了 开玩笑 银居十几年了 还不知道吗 要不然我这生意不是白做了吗 来 拿着 今儿我请客 常常您请客 这怎么成啊 您做生意也是要本钱的呀 你带这个妹妹不容易 再说 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也想让你分享分享 不行 不行 您赚的都是迎头小利 快拿着 这这这 您要是不收啊 我下回可不来了 拿收下吧 真是的 拿着吧 对了 史大哥 什么事啊 瞧把您高兴的 我家那个傻小子啊 考上记者了 恭喜 恭喜 我早就看出来了 怎么鹏屋这一带 就属郡超最有出息 果然我没看走眼啊 借你的金口欲言 谢谢 谢谢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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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够水了 真够水了 黑马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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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空头了 是啊 这可是好事嘛 真是恭喜他了 谢谢你 没事 你好 这不是面摊老板吗 原来是郡超大家住在这儿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邵氏地产公司派的 我想跟鹏屋所有的住户 商量个事 不知道你们哪位 可以做个代表 你跟我说就是了吗 我一定把话给你烧到 大伯是这样 你们这块地呢 已经被我们公司收购了 我们希望所有的住户 能够尽快搬迁 公司呢 会酌情支付一些补偿金的 我反对 我们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 都习惯了 我们不想离开这儿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人都是念旧的 我也是 不过我觉得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或许换个新的环境 可以时来运转呢 换个环境 说得容易 哪来的钱呢 是啊 在这儿有办法的人 早就买房子搬迁出去了 现在哪一家都是胡哈哈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公司方面会酌情 支付一些补偿金的 对了 补偿多少 这才是能不能尽快搬迁的关键 因为每家每户的条件和情况各不相同 所以这一部分 可能得私下面谈 这样吧 你先回去 我着急住户商量商量 然后再说吧 好吧 那你们商量一下 我改天再来办法 好好好 告辞 不送了啊 反正我不会搬的 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搬的 只要到时候再说了 就看他们给什么挑剑 是不是 好 气死我了 这几天家里 唯一点动金都没有 完全不把我当一回事 你妈不是找过你吗 你哥不也是找过你喝过咖啡 这还就不把你当回事 我的大小姐 你究竟还想怎样啊 什么吗 以前我妈压根一点都舍不得动我的 现在可好了 这么大一个嘴巴子把我打下去 这口气哪那么容易咽下去啊 母女哪有隔夜仇啊 她打你也是被你逼的 事后肯定后悔了 不然干嘛到处找你啊 我看你就别再赌气了 快回去吧 我不要 除非啊 她过来找我八次 否则我绝不回去 其实我看你气的不是你妈 是史俊超 其他喜欢的不是你 是艾雪 要你多嘴啊 史俊超什么了不起的 喜欢我的人多的是呢 要看我要不要而已 艾梅啊 不是我不支持你 你这样闹下去太过分了 再这样下去 只怕你是有家归不得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嫌我在你家白吃白处了啊 我 好啊 你可别忘了 以前你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 吃我的 穿我的 用我的 我有说过什么吗 再说了 这几天我们看电影 吃饭 听歌的 还不都是用我的钱 我才在你们家住了几天 你就拿这副嘴脸对我 你还算是我的朋友吗 哎 你这话也太伤感情了 我劝你回去是为你好 你别不知好歹 为我好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了 你不就是怕我把你们家吃垮了吗 哎 没关系啊 你要多少钱 我交备给你好了 实话告诉你啊 就那些钱啊 我压根没放在眼里 是 你家有钱 所以动不动就发大小姐脾气 我不是你的下人 又不是你的出气筒 剩七包 啊 莉莉 我今天总算是认识你了 我以后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天都快黑了 也没有脸会瑜伽 你和莉莉能翻 我我晚上睡哪里呦 干嘛要跟莉莉闹情绪啊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啊 哎 那是个妞儿 长得不错啊 挺漂亮的 过去看看 走 姑娘 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是不是和男朋友闹别扭了 一个人在外很危险的 要不要我们兄弟俩 陪你聊聊啊 哎 姑娘 一个人很危险的 要不我们哥俩 做你的护花使者 你们俩都放尊重点 本小姐可不是傲惹的 给脸不要脸 别跟我们不客气 上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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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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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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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放开我 我再说一遍 放开我 放开他 走走走走走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一鹏 好了好了 别害怕 还说我送你回家吧 艾梅呀 你可回来了 妈担心死了 你哭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你送他回来的 是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我们在路上正好碰到 一起喝了杯咖啡 喝咖啡呀 喝咖啡怎么弄得一身狼狈啊 艾梅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 对不起阿姨 是我没有照顾好 你看你 你看你 这么大个人还摔成这样 真是 艾梅 艾梅回来了 妈 来来来来 赶紧让奶奶看看 奶奶 你可回来了 好好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以后别这样了 知道吗 愣着干嘛 奶奶问你话呢 哦 知道了 乖 乖 一鹏 还是你厉害 我找艾梅找得快疯了 没想到她跟你回来了 哪里 是艾梅自己想通了愿意回来 否则啊 石头牛都拉不回 那倒是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啊 客气了 那 没什么事的话 奶奶 残梁阿姨 我就先告辞了 好 一鹏啊 谢谢你送艾梅回来 回去的时候 替奶奶向父母问个好 叫他们有空过来坐坐啊 好的 一定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谢谢啊 艾梅 还不去把脏衣服换了 快去吧 回 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弄不懂 一会儿爱这个 一会儿有跟那个在一块儿 真是把我这老太婆给弄懵了 人哪 难免有事糊涂 等想清楚了 就知道哪个比较好了 女主任 朱领班 有什么事吗 现在订单越来越少 工人都没活干了 前段时间还在日夜赶工 怎么才两个月的工夫 订单少了那么多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啊 不知道上头有什么应对之策 朱领班 我老家来信 说我爹生病了 我想请几天假回去看看他 严不严重啊 心上没血 所以我要马上回去一趟 反正现在订单少 厂里没什么事 你就让素素多请几天假 回去陪陪他父亲吧 好的 素素啊 你写个假条 我立刻批准 余主任 我干活去了 谢谢林班 谢谢余主任 素素 等等 这些钱你拿着 买些补品给你爹补身子 我怎么可以要你的钱呢 不行 拿我当朋友就别跟我客气 谢谢啊 那我走了 我还有赶车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车票 赶紧去吧 谢谢啊 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了 这两个月来 订单几乎少了三成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章 并不那么单纯 对了 是少了哪几家客户 你去查一下 回头告诉我 总经理 我都已经列出来了 就是这几家老客户 这个月到下个月 没有一张订单 这些情况 副总知道吗 从早上到现在 还没看见他人 大少爷的袭击还是改不了 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把厂里当家里了 总经理 这不下单肯定有原因 您打算怎么办 海雪 你去把全书给我找过来 我有事要交代他 好 这个崇尾 究竟干什么去了 行车 啊 周伟 你怎么会去上班 提着行李要去哪儿 我爹病了 我赶着回去 可是车票卖完了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学会住处 明天再想办法 我送你吧 上车 送我回去 我家在江北 这么远 不好意思麻烦你 哎呀 没事 来 上车 我自己开车 你先回去 别说什么 嗯 我知道 走吧 程伟 谢谢您 没事 坐好了 上路了 军超 我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 昨儿个 有一个人来和我们谈 房屋拆迁的事 刚才我和大伙聊了聊 有的反对 有的赞成 意见很难统一啊 我还想听听 你的意见呢 爹 军超 我在跟你说话呢 说什么呢 说了半天 你一句也没听进去 有什么心事吗 没事 爹 您刚才跟我说什么 我在跟你说啊 买下这块地的地产公司 派人来和我们谈拆迁的事 那怎么行 这个茅屋虽然破旧 但可以替我们挡风遮雨 现在叫我们搬迁 叫我们去哪里住 他们说要给一笔补偿金呢 那能给多少啊 爹 那能够我们买房子吗 这些地产商都是老奸巨华 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所以我和你陈衣商量了 其他住户不管 我们两家的意见是统一的 坚决不败 好 我赞成 这样彼此也能有个照应 是啊 史伯伯 郡超 爱雪来了 史伯伯 爱雪啊 加班了 是啊 我经过面摊 发现您没在做生意 就过来看看 也没啥事 主要是棚户的住户 要在一块商量点事 所以我就早早地收摊了 你 郡超呢 在呢 你去和她说说话 给她打打气 不了 她现在时间宝贵 我就不耽误她学习了 那我先走了 好 爱雪 我送你吧 其实你可以不用送我 以前加班晚了 我都是一个人回家的 你不是说 想买一辆自行车吗 家里有一辆 搁在院子里也没有人骑 有必要的时候 我就骑一下 你别送我了 你快回去吧 没事 反正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拖拖气 忘了告诉你 艾美已经回家了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功臣 不会吧 我越跟她说她越是恼火 我还担心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情 可能她事后想一想 觉得你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所以就回去了 所以呢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你就别挖苦我了 艾美会改变心意 绝不是因为我 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听说是少依鹏送她回去的 我就说吧 这是少依鹏的魔力 跟我没关系 是你的关系也好 是少依鹏的魔力也好 总之啊 艾美回家就好了 世俊超 我真的不知道是该同情你呢 还是该可怜你 这件事情 已经在我们家闹得人尽皆知了 就连少侯母她都已经上门来提亲了 可你不但被磨在鼓里 还情深意中地维护她 我现在发现你真是傻的可怜 艾雪口口声声说 她爱着你 如果她真的爱你 她为什么不向你坦白 发生这么大的事 她竟然一个字都不跟你提 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什么事啊 有一个地产公司 买下了棚屋这块地 要我们搬迁 那你们怎么决定的呢 还没有决定 总之 在我还没有能力买房子之前 我是不会搬走的 艾雪 你看 我这么穷 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跟着我 合适吗 或许 你应该找一个 比我条件更好的男人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不要拐弯抹角的了 我听说 邵家去瑜伽 提你的亲去了 是有这么回事的 可是被我拒绝了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怕你担心 没有想到 会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艾雪 我 我不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 更不可能为了钱 做出违背自己感情的事来 艾雪 艾雪 你这么对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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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